十七八年前游客在物色水庫上观光的画面 湖面之大据说环坛一周还需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比对现在的物色水库 历年来因为风灾淤积的沙粒几乎快要把水库堆满 让水库变为土库 许多慕名而来原本要一探壁湖山光水色的游客 看见这样的景象大失所望 那是我朋友跟我讲说他上次他就来过 然后这样看下去然后整个历历的很美 可是今天来就很失望 因为他整个都是杀 我们水库是从44年起见的时候 就是一亿五千万 现在99年测的时候是 99年十月测的资料是 剩下水月是五千三百七十万 根据台电人员表示 物色水库刚新建完成的蓄水量估计是一亿五千万立方公尺 到了九十九年十月为止 因为受到历年水灾影响所冲刷下来的土石 以让水库蓄水量仅剩五千三百七十万立方公尺 整座水库于几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四 蓄水量百分之三十六不到 居民认为水库的新建就是破坏自然的元凶 如果没有水库我们哪里会这个样子 不会啦 这个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应该就要做排沙隧道 对不对 你如果不要做就拆嘛 你拆了以后看还会不会有土石流 绝对不会有 真的 这个河流要带沙子住去 这个是大自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像物色水库这样 为了获取能源而新建水坝 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同样的案例 科学在如何进步 人类永远无法预知大自然下一步要如何走 物色水库从无到有 虽然也曾经留下美好的风景 在人们的印象里 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现在水库已成为土库 记者No南投仁爱采访报导